中国古代有一种古学的偏方 原产自山东省东俄县 因此名为俄交 它是一种用驴皮 兼足浓缩后的固体动物胶 虽然说是补学圣品 然而它和所有取自动物身上的药材一样 为了给人补生子 被选中的动物得承受极大的痛苦 乃至死亡 俄交又名驴皮胶 制作过程复杂而残忍 古时属贡品为皇家补生养生之用 为了有更好的补学效果 其制作方法依循祖传规矩 沿用至今 必须在驴子活着 血液循环持续的状况下 对驴皮反复抽打 使它疼痛肿胀而变后 直到血渗出 浸透整张驴皮再取品制药 为达补血功效 产制过程十分残忍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许多驴子逃不开宰杀的命运 高王的成本 也迫使一群不法的恶交厂商 开始用一些腐烂变质的零碎动物皮料作为原料 生产出肉眼辨识不出真假的 厄交流通与世面 厄交除了制法残忍 本身也不是滋补必需品 并非所有人都适用 如果服用不当 笔腔 口唇 会出现热疮 眼睛干涩 发红 甚至出现变中带血等症状 而从营养学上来说 厄交属于劣质蛋白 无法满足人体对氨基酸的需求 在大多数国家的食品工业里 仅作为添加剂食用 胡乱食用得不偿食 自古以来 女子一直是默默付出 承载货物为人劳作的工作伙伴 对她抱持感恩以及给予回报 是对生命应有的尊重 同理 世上所有的生命都希望自己健康长寿 而用别人的死伤 对换来的健康是最残忍 以及本末倒置的 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 生命电视与您一起 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 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